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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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婚 我走了啊 等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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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帶上 行 走了 傻呀 老公 咋啦 你這杯子裡面給我裝的啥呀 那可是我一早起來 特意給你煎的淮花散案 你讓我喝著還幹啥呀 我不是看你這兩天開車 一坐坐一天 痔瘡又嚴重了嗎 這能有效果嗎 說是這個淮花散案 是清熱 涼血的 緩解痔瘡引起的腫瘋 一個方子就能要到病除 真的假的呀 好 那今天的第四條傳言呀 說的就是千古名方治痔瘡 一個方子讓您要到病除 那這個方子說的就是淮花散 那針對這樣一條傳言 各位觀察員們你們怎麼看 3 2 1 停 小璇 首先咱們不能否定這個藥的問題 剛才咱們各位醫生們都給出了 淮米百合湯 對 所以這個淮花呢 它一定是對這個痔瘡是有好處的 它能止血吧 還能幹嘛 反正就是它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這個傳言給的太絕對了 它不可能是藥到就病除 有用 但絕對不是藥到病除 對 那針對景璇的回答 兩位醫生怎麼看 要不要噴它 不要 她的說得很好 表揚一下 不用噴了 那兩位醫生 先來給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淮花散 為什麼可以 就是對我們的身體是有用的 淮花散呢 是我們這個中醫治療這個痔瘡的 一個非常古老的一個方式 淮花呢 它能疏風清熱止血 它專門針對的就是智出血 再有這個百葉呢 它是涼血止血的一個藥 尤其在這個製作過程中 還要把它炒碳存性 止血的效果就更好 然後這個緊接和這個止竅的話 它一個是疏風 一個是寬敞 這幾個要加起來呢 一個是緩解這個腸道的壓力 另外一個呢 它是有很強的這個 清熱止血的這個作用 其實都是以這個通便 來達到我們這個 治療症瘡的這麼一個作用 對不對 對 對 對